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入侵 不仅轰炸手无寸铁的平民 甚至活捉乌克兰人强行遣送俄罗斯 基辅当局声称约有120万名乌克兰人 被困在俄罗斯的拘留营 其中还包括20万名儿童 而拘留营的位置大多是在俄国偏远或经济萧条的地区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证实 有迹象显示众多乌克兰平民是非自愿被带往俄罗斯 他不愿多谈拘留营的具体情形 但痛批俄国的行为肆无忌惮 还说俄军的低级程度总是超乎常人想象 面对乌克兰与美国强行遣送的指控 俄罗斯用撤离二字回应 声称是乌克兰人民主动要求撤离到俄国 不过这样的说法早就被打脸 一对从玛丽波逃出来的夫妻透露 辗转来到俄军设立的平民收容所 但实质上宛如集中营 不只要压指纹拍照还会被查通联记录 只要被怀疑跟政府军方有关 就得接受更严格的拷问 甚至可能遭受酷刑 俄罗斯强制遣送乌克兰平民 但俄国人民却是想逃离国境 乌俄开战后俄国当局订定新法规 只要散布当局认定的假新闻 除了高二罚款还可能面临15年的牢狱之灾 不少记者受益人士担忧遭到迫害 纷纷选择离开避走海外 但普廷却将这些发生反战的人 形容是意图叛国的败类 俄罗斯主动挑起战争 导致无数平民民丧丧战火 如今又粗暴对待战争难民 强制将乌克兰人遣送入恶 队内更是强力打压一己声音 残暴行径令人发誓 也遭到国际谴责 记者邮云彤整理报道 可恶确会与判 作词作词 订阅